瑞玲 你婆婆有一件事情 到現在你覺得還有一點陰影 這個五六年都沒有化解嗎 我應該是十二年都沒有化解 十二年的盡頭 對啊 十二年的盡頭 因為其實我你知道 結婚了一個禮拜 突然就是有一天 我房間我全部都 就我睡房全部都是關起來的 燈關起來 窗簾都按著就對了 然後睡一半突然有一個人 就在摸著腳 腳尖 這會怕到 對 然後我就不對啊 是我壓到什麼還是什麼 我這樣沒養蟲瓜 然後他又咬了一下你知道 我問你今天慢慢睜開 我婆婆是一頭白髮的人 就站到我面前 我說你怎麼在那裡 他就說 我有收視 可是我在睡覺 可是那時候才八點多 他就上來 他說 你怎麼還在睡 我說我才剛睡覺啊 他說那你為什麼半夜不睡覺 你現在應該睡覺 我整個跳起來 我說你要上來幹什麼 因為我覺得是很不尊敬的事 因為畢竟這個女主人是我了 如果我那天是沒有穿任何衣服 跟我 跟你兒子做完什麼事情 沒有穿任何衣服 躺在床上 你覺得我要抓什麼東西嗎 好 後來我跟我先生講 可是我先生並沒有站在我這一邊 他跟我講說 因為房子 他覺得他媽媽也很辛苦 有出一點錢 所以他媽媽有鑰匙 擁有鑰匙的這個權利 是很正常的 這個爭執 我大概爭執也是他五年的時間 然後到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真的有一天 我就真的裸體 讓你媽媽看喔 你媽媽不要嚇壞 但是也請你媽媽 不要一大早 這樣就是來叫 因為我不需要砍柴 燒火 因為在我婆婆的心目中就是 她以前當媳婦 一大早起來 她要去找柴火 來燒水 然後伺候她的公公婆婆 煮稀飯 弄早餐 弄小孩 所以她想說你怎麼還沒請 我說Ben 我說我現在有外送 我一切都不需要 所以我要跟她講清楚 這件事情之後 後來我婆婆才慢慢示威說 對啦 你們已經成家了 她的孩子已經不是孩子了 不能把她當媽寶來看 因為我已經變成 她另外一個照顧者 所以她就慢慢把鑰匙拿出來 然後甚至拿出來給我 跟我講說 這個家以後你就是女主人 我以後任何事情 我會打電話來告訴你 這時候我以為是好事對不對 對 時不時就打電話上來了 你家裡有個家在家嗎 我說蛤 怎麼會這樣問 或者是說會來按電鈴 你在家嗎 後來我才問說 你為什麼常常會按電鈴 我在不在家 因為她會認為我跑到娘家去了 因為他們有一個習慣 想法就是說 如果婆家帶你不好 你就會常常跑到娘家去 抱怨 那我就跟她講 沒有 我就在家裡 好了 又有一次忍不房了 晚上我們有時候會通告對不對 通告有時候是十一二點 那她很不喜歡她的媳婦 因為我前夫 我這個先生有一個 也是第二次結婚 所以她的前妻 有時候會外面去玩 夜店幹嘛的 然後我婆婆就很不高興 然後有一次我就經過家門口 她剛好出來要倒垃圾 說八點多你要去哪裡 我還打扮得漂漂亮 還化妝 我說 沒有啊 我就要去工作上班 她說你要去工作 八點多你要去上什麼班 是有八點多的班 我說沒有啊 我就是要去錄影 錄什麼影她都不知道 那那件事當然就是趕快過去 可是到了幾天之後 我婆婆知道我在電視上出現 是隔壁鄰居跟她講的 說妳媳婦在電視的 這樣就應該清楚明白了吧 就出去錄今天的這個影 她還沒連接起來 因為她沒有習慣 看一些那種節目 然後所以她後來我們鄰居 她跟她鄰居聊聊聊 就講說妳媳婦在電視 說哪有電視 我媳婦只有在寫作 因為我先生跟她講說 我只是一個作家而已 然後只是當記者在寫文章 結果她有一天打開電視 真的看到我了 然後就跟我講說 妳怎麼在電視的 我就跟妳說八點多 我要去錄影 我去錄影 我沒有騙妳 我沒有要去哪裡 我就很老實跟她講 所以才經過了這麼久 到現在有時候晚上出去的時候 她也會說 妳要去哪裡 我說我要去錄影 她才慢慢釋懷說 我不是晚上去跑 夜店咖的那種人 OK 好 真的很多事情是要花時間 狗同 花很花很長的時間 要多一點耐心 對 講真的 我們這一代的婆婆 已經覺得媳婦都太好命了 所以我現在講起來就是 跟兒子的關係不要那麼好 尤其在媳婦面前 不要這樣打來打去 鬧來鬧去 為什麼不可以 妳不要在人家 我們夫妻在房間的時候 妳還進來跟我們打來打去 那才奇怪 對啊 就是我平常會跟兒子 很親的感覺 對 但這個是媳婦不高興的 對啊 她會覺得說妳在幹嘛 她會罵兒子 罵我兒子說 妳怎麼會這樣 妳心裡 不成體統 那所以後來我知道 趕快跳開 就 妳的婆婆會疼妳 妳的老公 憨他很疼 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保持 安全 安全 就是保持一下這樣 OK 好 距離造成一些美感 對 秋美姐 妳跟這個婆婆的關係 雖然妳覺得 其實算是處不來 但有一件事情 妳蠻感謝她的 對 因為我離婚 我想要我兒子的監護權 沒有要到 因為是她唯一的一個兒子 對啊 男丁 就是 所以我婆婆 一定不會讓的 但是離婚之後 我就心情郁悶 我就去日本讀書 對 那這段時間 然後我回來 然後我看到的就是 我婆婆非常照顧我兒子 對 他們祖孫的感情 非常的好 然後我兒子有起床氣 常常為了 他上學奶奶要叫好久 然後都叫不醒 然後他就會發脾氣什麼的 這樣子嚕 可是我婆婆都忍受 都對她真的很好 很疼很疼 然後你知道我兒子 小時候就是童心 對 人家發覺他們遺傳到 我們的細胞 那就會演戲 要拍廣告什麼的 那一切的打領 都是奶奶在做 對 因為什麼我的前夫 都是顧自己而已 自己開心就好了 對 小孩子他都不管 全部都是奶奶在做 所以這一點我非常感謝他 我從日本念完書回來 看到兒子過得這麼好 奶奶這麼照顧他 真的我非常感謝這個婆婆 OK 好 這個就是 真的很貼心 也在幫你分憂結 好 一樣的狀況 其實林宇你的婆婆 對兒子的照顧 讓你非常感動 而且他是很主動的 對 我的婆婆 照顧的兒子是我的兒子 他也很照顧他兒子 但是他真的很疼孫子 可能我們有任何的需求 他就會自己 站在那裡 所以他那個時間 他自己都先排開 所以他隨時準備著 如果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來不及 他立刻就衝上來幫忙 那像是我們在連假的時候 或假期的時候 你不可能有保姆的 那我們這時候 兩個人跟老公顧就會很 有時候那個晚上沒有辦法睡 那他就會是 早上趕快過來 然後是說 你們先去補免 交給我就好 我真的開門 看到他開門那個光的時候 我沒有瞬間覺得是天使來了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 真的是倒在那邊 跟我的小孩很不愛吃東西 也很不愛睡覺 精力充沛 他就一直玩 一直玩一直叫 那你把他放著 他沒有辦法 你要跟他玩 所以我是整個躺在那邊 眼睛就是已經想說 好 我們就看誰先 沒有意識好了 然後門一打開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天使來了 然後一來之後 然後我很開心去 那一刻就 可以補免 感覺又重新活過來 那我婆婆是那種 你如果跟他講什麼 他就使命病答的人 像是 我的兒子他鼻塞 生病的時候 那我們要去看醫生 可是我們有時候 可能很臨時 那你如果去 你就要等非常非常久 可是我婆婆很猛 她就是直接兩點看病 她說 你們這個一定要看醫生 她一點鐘就到 那個診所外面 自己獨自等 她坐公車去那個診所 她說那個地方 你們不好停車 我興趣 她自己一個人坐公車 一點鐘就在那邊等 為什麼 因為她這樣就可以排到第一個 她絕對是第一個看到 她說那你們慢慢來 很多這種細節 都讓人覺得很感恩 真的真的 好婆婆 很多婆婆 對於這個怎麼照顧小孩 可能會跟媳婦意見不一樣 那如果在教育面上 你們兩個的想法 不一樣的時候怎麼辦 我基本上就是 蠻尊重我婆婆的 但是 因為有一些比較新的觀念 像是最近就出現一個例子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當媽媽 所以我大部分的育兒知識 就是等於優點真的是照舒養 那她有一些新的觀念 像是說這個複食品 最新的觀念 她是說 就跟著大人一起吃 然後多量 但是一次都一小口一小口 不是像以前的那種 就是說我一次熬個什麼粥 你吃三天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料 吃三天這樣 那就比較不一樣的觀念 那我就想說 我講了我婆婆可能會有點不相信 那我就把那個育兒書 把它標記起來 對 然後就給我婆婆看說 媽 你看這個 好新的觀念 我也想這樣子養我小孩 你覺得怎麼樣 她就快回去 她說真的嗎 戴上眼鏡 然後她很認真看了一陣子之後 她就會來問我 跟我溝通這樣子 她說我覺得那個書 寫得好或不好 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她的想法會是哪一種 那如果真的 真的有很嚴重的衝突 我就會跟我老公講了 老公就會去處理這樣子 OK 其實結局還滿順暢的 好 我想問一下吳老師 這個很多婆媳問題 還是覺得非常難解 對 到底碰到這一些 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時候 你覺得可以怎麼做 好 我們先簡單講 其實他們都是好命的媳婦 資源很多 我們今天聽起來 是非常正面的 婆媳問題是可以有這麼美好的 相處關係 那我要跟他們講 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Ernest教授 他是社會學教授 他講到所有的婚姻 從新婚的第一天開始 就是往下降 往下降 你們的婚姻就是 會有摩擦 會有增值 就是往下 一直要等 等到你兒子女兒 最後的那個小孩 已經離開家 你們的婚姻才有可能往上 不管你 還會悠心反省 才會上來 所以再等吧 但是要努力 要成長 有的人是孩子離開了 就乾脆下去了 就沒有這個U字型了 OK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